大叔按下苗表 左手一拳击中面前壮汉的头部 右手抡起花瓶命中另一个目标 这个徒顶男拿着匕首想要偷袭 男人用力拉住他的手腕 完美制造成了一场意外自杀 而大叔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面前的这个男人太过荒诞 不仅长时间家暴 在离婚之后还抢走了唯一的女儿 将孩子送回去的大叔继续自己的工作 他现在是个滴滴司机 在车上 大叔也算是看尽了人身百态 这天他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订单 男人把一个醉酒的女孩扶上车以后扬长而去 而这个女孩神情恍惚一不避体 很显然是经受过不好的事情 片刻之后大叔再次找到了刚才的男人 他晃成卡里没先潜入房间 男人重新拿了一张卡 可大叔却告诉他女孩现在正在医院席位 这男人一脸的不屑 直接反锁房门 准备给大叔一点教训 殊不知 他锁上的是自己的求生之门 大叔按下苗表 躲过男人的攻击 以拳头将男人打得扣鼻喷血 这哥们冲上来帮忙 下一秒 大叔直接卸了他的胳膊 这第三个兄弟更是惨 刚冲过来就被大叔一旋击中膝盖 还没来得及还手 就被扭断脖子上了天堂 好家伙 解决三人只用了29秒 剩下的最后一个 躲在沙发上瑟瑟发抖 大叔狠狠地掰着他的手指 告诉他记得五星好评 有实力就是不一样 大叔回到车上果然收到了五星好评 可当大叔准备回家时 发现自己的房间亮着灯 察觉到不对的大叔拔出手枪准备正面面对 结果打开门才发现是自己多年不见的老友素珊 古人相见那时格外欢欣 两个人愉快地吃起了晚餐 可第二天早起 邻居的菜园子就被砸了个稀烂 就连墙上也喷回上了挑衅的言语 大叔一看就知道 又是附近的混混来捣乱了 小黑提出跟大叔一起清理墙面 大叔告诉他一定要好好学习离那些混混员一点 原来他以为日子会这样轻松平淡地过下去 可直到有一天一个噩耗从天而降 这个女人一进门就被两个混混狠狠推到墙上 身为特工的他不断反抗 但双方力量还是有巨大悬殊 很快女人就倒在了血泊里 这女人名叫苏珊 是大叔唯一的老友 这次是前来调查一个夫妻离奇死亡案件 却没想到自己把命也搭了进去 知晓这个噩耗以后 大叔毫不犹豫地飞奔到现场 苏珊的老公告诉他 无论从哪个角度想 这都不可能是一场简单的抢劫案 苏珊身上唯一值钱的就是钻戒 可现在人没了 钻戒还在 大叔通过监控发现 那两个混混就是奔着苏珊来的 而且从攻击手法上来看 他们分明就是职业杀手 为了弄明白真相 大叔专门乘坐飞机来到了纽约 作为昔日的老同事 大卫看到大叔是十分震惊 但没想到大叔竟然还活着 两个人一和解 都觉得苏珊的死很不简单 无论是那被混混按下的电梯楼层 还是两名混混第二日就死亡于爆炸 大叔再一次着手调查苏珊曾经的案子 发现就连那对夫妻的死亡也是阴谋 男子右手拿枪不可能打中左脑 两个人都没有的罪过什么人 这一切都太诡异了 最近大叔照常出车 可拉的乘客却十分可疑 就连大叔开向反方向他都没有反应 大叔直接聊到问对方到底是谁派他来的 男人听到这话直接拔刀 幸亏大叔反应快 猛转方向盘 将男人甩向了一边 大叔不停地变换方向 男人根本就没有下手的时机 于是他拔出将想要一枪了截掉大叔 结果大叔一个猛刹车 被男人来了个回手掏 一枪送男人上了西天 可当大叔查看男人的手机时 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因为杀害苏珊的幕后 黑手竟然是大卫 原来当初的特工小组解散之后 大卫一行人没了经济来源 所以他们干脆干起了杀手买卖 苏珊调查的案子就是他们干的 为了不让事情彻底带路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男人将所有的面粉袋划开 打开风扇扬起粉尘 下一秒杀手扔进一枚炸弹 整个房间瞬间变成人间炼狱 这样利落的招数 估计也只有大叔能想得到了 得知事情的真相后 大叔怒不可遏 这群混蛋为了钱 连人性都扭曲了 于是当即表示 自己一定会亲手为苏珊报仇 大卫深知大叔的实力 于是决定带人绑架苏珊的丈夫为人质 可当他们赶到这里时 大卫已经带人远离 大叔打电话让小黑查看家门口 有无可疑人物 可没想到大卫这么快就找上了门 大卫活捉小黑 用小黑的性命威胁大叔 大叔无奈直下 只能开车来到海边 而此时大卫一行人已经分工明确 准备猎杀大叔 剧烈的狂风仿佛在怒制人性之恶 这个大胡子听到动静以后前来查看 黑暗中大叔扣动扳机 大胡子瞬间被钉在了墙上 这个男人发现墙上贴的 全是苏珊的照片 大叔知道现在大卫一定在暗中观察自己 于是他一枪打爆变牙器 利用龙烟来隐蔽自己 冲进面粉厂 将所有的面粉用刀划开 打开风扇让房间烟雾弥漫 接下来的这个杀手简直是神助攻 打开门扔进一枚手雷 直接给自己做了个炸弹坟墓 现在就只剩下大卫了 这哥们儿也是急了 拿起枪瞄准后备箱 准备击杀里面的小黑 结果大叔一枪打爆轮胎 大卫的子弹就成了擦边球 现在的大卫再也没有耐心 他站起身寻找大叔的位置 下一秒却被剧烈的台风刮倒 大叔趁机爬上高台 两个人顺时扭打在一起 同为特攻 可大叔实力更胜一筹 强行打断大卫的胳膊 夺过匕首就是一顿猛刺 最后一刀只插心脏 大卫最终被风卷到了海里 这个人最后的结果也算是大快人心 毕竟连尸体都喂了鱼 大叔带着小黑再次鲑鱼平淡 大壮也是无限感慨 这果然实力越强责任越强 你说这特攻退伍以后想过点平凡日子 咋就这么不容易呢 故事之后大壮来个总结 昔日老友被暗杀 巴西大叔暗调查 山穷水静疑无路 回头一看静视他 窗季 渡ê